炖猪蹄时,直接下锅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个炖猪蹄的诀窍 炖出来的猪蹄就像豆腐一样嫩 软了肉污,非常的好吃下饭 准备一盆清水,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白醋 把食盐搅匀化开 然后把猪蹄放进去浸泡10分钟 白醋可以软化肉质 同时还可以去除一部分腥味 这样猪蹄就更容易炖得软烂 每天都在费琴旺时 呕心力学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已经泡好了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把猪蹄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料酒 我们很多人在焯水的时候 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这样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这样炖出来的猪蹄就会非常的腥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然后用勺子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冲洗干净 锅里加少许食用油 放入猪蹄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鱼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放入到砂锅里 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再加入半碗啤酒 去新增香软化肉质 要想让炖出来的猪蹄更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猪蹄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90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香喷喷的红烧猪蹄就做好了 看的就非常的有食欲 软来入味像豆腐一样嫩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